《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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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動畫 我們就回到本身的漫畫集中 我們選了一些短篇出來結集而成 會有約六至八集到 《 》《 》《 》 》 《 》 《 》 》 故事就是發生在過了Piccower之後 可能是午餐之後 進去的人其實都很放鬆 放鬆到我進去坐下來 可能就這樣喝一杯奶茶 看到的人就跟平時吃早餐或者吃午餐 吃完要匆匆忙忙地走 又是另一番景象 那裡面的人就會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會想起以前我們在茶記 任何一個平面對小朋友來說都是遊樂場 有唐鞍的玩唐鞍 有牙籤的玩牙籤的玩牙籤 以前的世界沒有iPad沒有iPhone 任何一件小的物件都可以變成一個小玩意 這是我們很珍惜的一個試客 都想透過動畫 可能梅卡張有玩過 給他們的小朋友去玩 這是一個文化的傳承 這次動畫有主角Mis M 對奶類製品很敏感 但又喜歡喝奶茶 是一個非常矛盾的角色 有男主角Bandy 是一個很有型的大叔 外賣仔其實就是很傳統 在很多港產片都會看到外賣仔 還有銀傘 收銀櫃櫃 應該都是老闆娘 以一個超熟練的技巧去管理這個茶餐廳 還有一隻茶記貓 豬包粉 一隻很有型的貓 第一集短篇就是講Mis M 小姐怎樣在餐牌裡選擇食物 她說一頁一頁一頁的餐牌 反轉還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女生就是今天吃什麼好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我們今次加入了英文對白 透過配音 透過其他演繹 透過翻譯 可以令大家知道香港的文化 其實是很獨特的傳統的 日本有一個名字叫杯麵飯 六個杯麵的時間 可能是三分鐘 你就會看完這個很短篇 超短篇的動畫 但裡面的訊息可以是很豐富 甚至畫面的質素 可以去到一個世界級 都可以的 我們最想被人看到的就是 香港動畫都有專業的製造 不要再說香港沒有動畫 或者沒有香港製造 成立Facebook Patreon 到現在第六面 上一年我們覺得 是不是差不多是時候 要轉一轉的模式 本來我們其實是做廣告 做動畫 做後期 是不是可以回到一個 原本的初衷 就是其實我們喜歡做動畫 不如將我們最喜歡的行動 正式動畫化 上一年我們就有一個分定 有這個分定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將它變成一系列的動畫 在這半年裡 我們籌備由Storyboard 到畫設計 畫作品 慢慢慢慢做 最深刻的是深夜才開工 深夜開工 然後還要享受一杯奶茶 究竟那個是否享受呢 我們不懂得分 有時做到一些食物 很漂亮的時候 看到很餓 但是已經是夜晚了 店舖都關閉了 只要我們做到自己很餓 應該就為止做得漂亮 做的時候最悲傷的 是什麼呢 你做研究才知道 有些很漂亮很漂亮的茶餐廳 例如中國冰室這樣 其實真的沒有一間少一間 這個我們這麼 proud of 或者這麼珍惜 這麼好微度的香港文化 原來可以很快地消失 以前就真的純粹兩兄弟的眼神 紀錄 或者一些無聊的小故事 後來發現這些無聊的背後 其實已經不再無聊 這個紀錄可能是在消失的東西 在這個這麼艱鉅的時刻 我們繼續說要去做動畫 再推進一點 其實全部都是在用時間 或者用錢 但是我們都願意去做 因為很簡單 我們很愛這杯奶茶 很愛這個地方 小複製 有點太想 nyt 我會再煎完